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生活很忙碌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 却很少感觉到真正的满足 你对很多事情不满意 可能是跟家人 伴侣 朋友 相处得不愉快 有摩擦 也可能是工作有压力 升迁不顺 你想提升专业 可是没有时间 或是你财务问题已经很多年了 你老觉得自己赚太少却花太快 还是你的健康出了问题 你知道该减肥 该运动 却提不起劲 总想着 哎呀 明天再说啦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专家 刚刚提到这些问题 不管你是有 还是没有 或是你的问题不只有我提到的这些 还有其他更多 我相信你心中其实都知道该怎么解决 就算不知道全部的答案 你也知道可以做点什么事来让自己好一点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脑子知道该做 可是你的心理还有身体就是过不去 你会做很多事 就是没去做你那件该做的事 你情愿把时间花在打电动 追剧 滑手机 来转移注意力 也不想面对你最在意的事情 那些你期待完成的计划 比如说把英文学好 多瘦个五公斤 存钱旅行等等 你都只是放在嘴巴上说一说 没有真的变成具体的行动 久而久之 你对自己就会越来越没有自信 而且随着时间过去 你对生活的焦虑也会越来越大 越大就越痛苦 越痛苦就越难面对 最后你干脆逃到虚拟的世界 来让自己好一点 于是到最后你发现自己对很多娱乐很熟悉 也知道该怎么享受 可是你却不知道怎么创造自己真正的快乐 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打电动不滑手机的 他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很正面 比如说他会去爬山 他会摄影 做菜 找朋友 可是他们心中知道 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跟滑手机是差不多的 他们只是用兴趣在逃避该做的事 好让自己可以保持现况 安慰自己这样很好啊 就不用去面对改变的挫折 听到这边 如果你以为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怎么做好时间管理 让自己更有足够的耐心 跟毅力去做该做的事 或者教你怎么把专注力找回来 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不被外在的刺激绑架 假如你有这样的期待 很抱歉 我要分享的并不只是这些 因为市面上已经有太多这类型的书 教你怎么击败拖延 锻炼你的意志力 集中你的专注力 如果你只对这些主题有兴趣 那建议你可以直接去搜寻相关的书籍就好了 不用再花时间听这段内容 然而我们之所以无法做到心中想做的事情 表面上是我们的专注力不足 拖延坏了事 可是事实上 回到更根本的成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你能力太好 让你无法专心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听到这边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能力太好怎么会分心呢 能力太好不就直接去做就好了 干嘛还要摆烂 你会有这样的疑惑很正常 但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能力好 这里指的能力好不一定是你有什么优秀 了不起的专长 任何一件你已经做过很多次 很上手 不用花你太多脑力跟专注力就能完成的事 你在做这件事情上的能力水平 就可以称作是好 因为你已经足以应付眼前的任务了 当然你有可能在特定的领域 不需要太多的练习 你的表现就可以超乎水准 比如别人要读三天的书 你一天就搞定 像这类也是能力太好 能力好虽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但伴随着能力好 你很快要面对的事情是 你会因为太熟悉而缺乏挑战 然后就会感觉到无聊 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刺激 就会让你失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 你会觉得重复做相同的事情 很浪费时间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以前我还在学校任教的时候 每年都要办很多演讲给学生参加 好符合教育部的评鉴 一开始我还是新手 还很陌生的时候呢 还觉得办活动蛮好玩的 可是办久了主题都很像 要完成的书面资料也很致事 到最后我就越来越不想办 为了排解这种心情 我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 因为我觉得做其他事情 都比办活动来得好玩 长久下来 我的工作倦带就会跑出来 同样的不只有工作有倦带的问题 关系也有 两个人交往越久越熟悉 就越困难会有新鲜感 越没有新鲜感 就越容易觉得跟同一个人 吃饭聊天做爱很无聊 互动就会越来越少 互动越少就越容易会有摩擦 其实这并不是谁的错 而是因为跟一开始比起来 我们已经不用花太多的脑力 去消化理解认识眼前的人了 所以多出来的专注力没有地方用 就会开始变得挑剔 变得严格 那听到这你可能也会有个疑惑是 那如果真的觉得工作太简单 情人太无聊 那就换一份工作 换一段感情不就好了吗 干嘛还要一边做一边闲 谈到这我们就得说一下人性了 因为虽然眼前的状况很无聊 可是这份工作可能有很好的保障 或是你正在交往的人 你跟他已经有很好的默契 你们累积了很多的资源财产 这个时候如果重新来过 这些保障这些默契 这些资源就会不见 损失是会让你不想行动的 所以与其换一个再来一遍 不如干脆待在原地 能拖就拖 至少你得到的东西是很清楚的 所以说到底 能力好的人面对生活里的不满 宁愿拖延 以不变应万变 他们其实根本要的 还是掌控感 与其面对未知的焦虑 来显得自己很笨 很不上手 不如牢牢把握已经到手的东西 留在熟悉的状态 会让人比较有安全感 再来第二个拖延 你没有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是因为你目前的能力 还无法应应眼前的任务 然后你又对别人的期许 又特别的敏感 这让你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减轻心中的焦虑 于是你就用拖延分心 去做别件事情 找回你对生活的掌控感 让自己不会看起来那么的无能 无助 我举一个凯宇老师的例子 凯宇老师是成年之后才学钢琴的 所以刚开始弹的时候 他的双手不像小朋友 可以弹得这么流畅 而且节拍不稳 所以他的钢琴老师 就要他要多多练习 而且要打开节拍器 来对准拍子 音乐才会好听 他心中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 可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 他还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双手 每一次练 他每一次都很挫折 所以刚开始下意识的 他就很想逃 不想要练习 这像不像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 面对很难的科目 怎么读也读不懂的时候 我们要不就是直接放弃 等着背大 要不就是东摸西摸 做了所有的事情 就是不去准备考试 因为面对实在太痛苦了 那会让人觉得无助 不知道该怎么准备 于是逃避 就成了必然的行为 所以简单讲 当人发现自己缺乏掌控力的时候 我们心中的焦虑 就会让我们去做一件 立刻可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觉得多一点掌控感的事情 最常见的选择 就是看电视 滑手机 而且当你陷入这种 无助感的流沙的时候 不管别人怎么跟你分析力必得失 就算你大脑很想去做 可是你心中的焦虑 还是会让你不得动弹 没有办法做出你想要的改变 所以很多人都讨厌拖延 很想要戒掉这个坏习惯 可是他们把力气放错地方了 如果你真的懂心理机制的话 你就会知道拖延其实是一种保护的策略 目的是借由分心 做别件事情 来建立我们失去的掌控感 换句话说 不管你是哪一种典型 能力好的还是能力不足的 面对生活里的挑战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不是不想做 你只是想要多一点掌控感 拖延只是我们的手段 那不是我们真正要的目的 我们真正要的是掌控感 比较麻烦的事情是 当我们以为只有拖延 可以得到掌控感的时候 我们就会距离自己喜欢的样子 越来越远 可是如果你有新的策略 安抚自己焦虑的心 重新建立你自己的掌控感 你就不需要拖延了 也就是说 你真的要处理的不是拖延或动作慢 你真正要去建立的是你的掌控感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会对某些事情是能力不足的 但对某些事情又能力太好 所以我们经常摆当在无聊跟焦虑两种心情 渐渐的你就会觉得 做什么都差不多 做什么都拿自己没有办法 搞不定你自己 你就会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 怀疑自己的价值 可是不管你是哪一种 能力太好还是能力不好 当你出现拖延行为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差很烂 你的专注力有问题 是个爱分心没毅力的人 以下我要说的这段话 很有可能会颠覆你的观念 那就是你并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人 你也没有专注力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有专注力的问题 你怎么可能轻轻松松追剧 打电动打牌 看漫画好几个小时不会累 这说明了你已经可以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很久 你会分心是因为你分心去做的那些事 看电视打电动 能够带给你短暂的放松 控制愉悦的感觉 你要的是这种可以控制的感觉 觉得自己还不错 对事情有把握的感觉 所以你才会逃到虚拟的世界 或是你个人的兴趣当中 可是这些事情做久了 你心中也知道 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控制感 你只是透过做别的事情 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好像有做点事 好像有一点成就 可是你心中仍然没有一种 踏实的确定感 因此如果你想要对自己 对生活感觉到满意 你需要处理的不是拖延或专注的问题 而是怎么建立属于你的掌控感 让你不管做多久 做多少 是不是重复做同一件事情 你都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好的 往你喜欢的方向前进 这就让我想到一个经典的小故事 有一天有一个神父经过一个工地 他看到三个工人 神父问第一个工人 你在做什么呀 第一个工人抬起头看看神父 不耐烦地说 你没看到我在堆砖头 神父愣了一下 再往前走 看到第二个工人也在堆砖头 神父又问 你在做什么呀 第二个工人回答不太一样 他说 我在赚钱养家呀 神父听了点点头 继续往前走 又遇到了第三个工人 他一样在堆砖头 神父又问 你在做什么呀 第三个工人抬起头看看天空 再看看神父说 我在服务上帝 我在盖一间大教堂 其实这三个工人所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的 但他们在工作当中 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不同的 第一个工人只有不耐烦跟厌倦 第二个工人认为工作就是赚钱养家 他把工作看成是必须做的事 只有第三个工人对工作充满热忱 而且他喜欢工作 我相信第三个工人 不是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才会快乐 因为他很清楚 如何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得到价值感 他付出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自己 或是获得新鲜感 而是在同一件事情上 可以发掘更深的意义 就像知名表演艺术工作者 李国修先生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 就功德圆满了 当你懂得做好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做完它 你就可以在过程当中 获得到踏实的掌控感 你有很大的几率 可以超越那件事情的表面规则 领悟到人生更深的智慧 你会发现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态度 就是他做所有事情的态度 所谓的见为之助 就是这个道理 当我们内在的层次不同 投注的专注力就会不一样 最后产出的结果跟品质也会不同 所以我们简单复盘一下 我们之所以会对生活有所不满 没有办法对自己有真正的自信 关键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能力太好 你所具备的能力超乎你眼前任务所需要的水准 你不知道怎么摆放多余的专注力 就会感觉到无聊 一无聊你就会嫌弃眼前的事情 不想去做该做的事 面对能力太好的分心 你要知道这是因为专注力过剩 不代表你是个懒惰被动的人 你需要学习的是调整你的专注目标 就像玩游戏 如果你一直在统一关 你当然会觉得无聊 可是如果你懂得设立自己的规则 改变任务的等级 创造足够的刺激 你就会想要一直做下去 再来我们之所以会对生活不满 没有去做该做的事情 是因为能力不够 所以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过程遇到太多的失败和挫折 就会让人想放弃 这个时候改变的关键 并不是培养专注力或意志力 而是透过小小的前进 创造自己真正的掌控感 才能让你一步一步挑战更大的任务 其实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事情 都是重复单调的 我们不可能为了追求刺激 还有新鲜 不断地换工作 换伴侣 换专业 透过一次一次砍掉重练 来创造空洞的希望感 以为这次会不一样 可是其实只有主角不同 结局还是相同的 想要活得开心 对生活有真正的满意 不要一天到晚抱怨 怀疑自己的价值 你需要做的就是培养 对生活真正的掌控感 因为你不是被动 也不是不想做 你只是想要多一点把握 多一点掌控感 当你知道如何驾驭自己的心智 设计属于自己的人生游戏 透过好的机制 来帮助自己找回掌控感 持续地去执行 这样不管眼前的任务有多难 你都能稳住自己的心 去做你觉得该做的事情 一步一步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掌握度 你就不用害怕自己 一放松一休假就会失控 你可以大方享受各种娱乐 不管是追剧 打电动 爬山 唱歌 你都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过度沉迷 因为你知道如何切换 专注力的开关 你就可以活出自由 还有快乐 如果你也想要遇见更好的自己 不再浑浑噩噩地活着 欢迎你现在就加入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搞定拖延与分心 找回掌控感 这门线上课程 我将与你分享 如何一点一滴 长出对自己 对生活的掌控感 活出你想要的改变 遇见更好的自己 祝福你 感谢观看